1987年,张敏被向蔡霸掘,在向蔡的力捧之下,她迅速成为香港90年代炙手可热的女星。 不过相比于电影,大家更愿意八卦,她跟周星石新爷的关系,张敏其实跟香港大多数一些明星都有过合作,但是跟周星石的合作最为精彩,他们俩曾一起拍过《陶学威龙》、《漫画威龙》、《武装作企业》、《赌胜》等等坏之人口的电影,两人也因此传出绯闻。 但是最后很遗憾没能走到了一起,十几年过去了,张敏谈起当初跟星爷的绯闻,趁自己没能走进周星石的内心,那到底是星爷心中另有其人?还是张敏不想走进星爷的内心呢? 虽然在拍完《九品芝麻关》后,两人就停止了合作,但当两人在上海鸡场前后时依然互相问候,用事实弹碎了两人合作不成,反目成仇的谣言。 张敏说,少林足球在广州宣传的时候,星爷请我去参加,不能说是帮忙吧,就是和雨妮们聊聊与她合作的一些趣事,我觉得星爷很幽默,也很有责任感,如果哪个女人有性嫁给她,那是几辈子新来的福气。 不过我这辈子应该不可能了,张敏谈到星爷时明显带着遗憾和崇拜,张敏继续说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传出我和她的绯闻,其实我在这个圈子是很乖的,平时都不会和男星出去约会,去KTV或者夜店呀,香港男演员都知道,我一次恋爱都没谈过,一个男演员的电话都没有过。 张敏回忆道,我们刚合作的时候,两人都还内笑,她那时还是个愣头青,然后我们不断磨合,相互适应,慢慢变得有默契起来。 当时因为排戏,几乎是每年都要见到好多次,见到她就像是看到亲人一样,以至于到后来太熟了,两个人一见面就笑,演戏的时候笑得都收不住,总是笑场,嗨的导演总是要叫停, 说起十几年前的事情,张敏还是挺怀念的,不过虽然总在一起合作,张敏却觉得自己对周星驰的了解只停留在戏中,这么多年的合作下来,我都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人,了解她的内心,所以说搞定周星驰是很难的。 。